多謝美人 都差不多了 是吧? 好 歡迎各位傳媒朋友 出席我們今天的新聞發布會 今天我們的新聞發布會有兩個報告 一是主動調查的報告 有關於房屋處住公共屋村限置空間的使用安排 另一是我們的全面調查 即是說我們收到投訴 投訴有關於運輸署就著青魚鋼線 實施雙向收費的時候 曾經有一些安排上面 有一些混亂的地方引致到大塞車 我們公署就進行了一個全面的調查 今天為我們主持這個新聞發布會 是我們的申訴專員劉彥興女士 將時間交給劉專員 首先多謝各位傳媒 出席我們申訴專員公署 今天的新聞發布會 我們今天第一個的報告 就是一個主動調查報告 就是審言房屋處 公共屋村一些限制的空間 那個使用安排的 現在我請我們的調查主任 張創榮先生Wing 跟我們介紹報告的內容 謝謝Wing 謝謝專員 大家好 我以下會和大家介紹一個主動調查報告 是關於房屋處就住公共屋村限制空間的使用安排 這個就是我的報告大綱 首先我會和大家說一下 房屋處將公屋限制空間 用作儲物室的由來 其實是一些早期落成的屋村 由於他們興建大廈的時候 都是採用標準模式的樓宇設計 所以令到部分大廈未能夠完全跟周邊的環境配合 例如會靠近一些擋土場又或者停吹場設施之旅 所以在某部分的樓宇大廈就會出現一些零散的限制空間 而這類空間有部分面積比較細小 又或者沒有足夠的天然通風或者照明 所以就不可以用來做住宅單位 因此房屋處就將部分閒置空間 圍封做儲物室出租給居民使用 在這次主動調查 我們就發現有以下6點的調查所得 以及發現房屋處的不足 包括公屋儲物室的空置率高 有個別大面積的儲物室被空置 以及有大量閒置的空格位等等 以下就會和大家逐一講解 首先我會和大家講一下公屋儲物室空置率的情況 根據房屋處的資料 截至2017年8月31日 全港有87個公共屋村設有儲物室 一共提供2462間儲物室被居民租用 儲物室的總面積超過26萬平方尺 但是在同一個時間 我們看到有959間儲物室仍然空置 空置率是接近四成 空置存物室的總面積也是接近11萬平方尺 而在空置存物室裡面 有超過三成的面積也是超過100平方尺 在那900多間存物室裡面 有853間位於住宅範圍以內 即是地下保安閘以內的範圍 而剩下的106間位於住宅範圍以外 這張圖列出了空置存物室總面積最高的五條屋村 大家可以看到 位於沙田和邪村 擁有空置存物室總面積最多 超過12000平方尺 除了存物室高空置率之外 我們也發現有個別大的存物室是被限制的 在我們調查期間 我們曾經到訪過彩雲一村 實地視察一個面積超過700平方尺的空置存物室 這個存物室自2014年被收回之後 仍然是空置至今 在銅村裡面 也有三個面積相約的存物室 現在都有空置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存物室的實際環境 大家可以看到 存物室是一邊長身開了窗戶的 這張圖就是存物室另一邊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 裡面的地方很寬闊 而它的間隔 和其他同層已經出租的公屋單位 其實是差不多的 究竟為什麼這麼大的單位 不可以用住宅出租呢 房屋處有解釋 因為這個單位被連村裡面的停車場設施 所以在後面白色長身開不到窗戶 以致沒有足夠的天然採光和空風 所以就不符合建築物條例 作為住宅的法定要求 隔於近年 市民對公屋的需求有因設 公署認為當房屋處考慮 如何善用這些公屋限制空間的時候 應該將住宅用途放於首位 然後我會先跟大家說一下 房屋處要改建這些公屋處密室的程序和要求 一般而言 如果房委會核下的物業 是豁免於建築物條例的規管 但是自2000年之後 如果房屋處要在公屋裡面 進行改建工程 他們是要向這個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房屋辦公室核下的獨立審查組 做一個行政審批 而審查組的審批標準 就是根據建築物條例 換言之 當房屋處需要改建公屋處密室的時候 亦需要根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去行事 房屋處表示 其實自2015年初 他們已經開始研究 將公屋處密室改建住宅單位 改處先後 在沙田的隆蔭村 密室到9個處密室 和屯門的蝴蝶村 密室到15個處密室 改建住宅單位 我們也實地視察過沙田和亨村 由處密室改建住宅單位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這個單位面積大約是269平方尺 間隔和其他同層的公屋單位 也差不多 這個就是處密室的外圍 我們看到這個單位 其實是位處於街市行人平台上 房屋處表示 可能早年考慮到一些私隱問題 所以當時沒有將這些單位 用作住宅出租 只是用作處密室的用途 至於其他處密室 是否真的不能改建住宅單位 公處曾經就這方面的問題 徵詢過一些建築專業人士的意見 我們得到的意見認為 就住一些微符合法例事項比較輕微 例如天然照明或通風 只有一些聲明不足的問題 其實房屋處可以研究一些替代方法 嘗試去滿足法例的要求 去改建他們的住宅單位 事實上 當房屋處嘗試去就住某些處密室 採採一些補償性的設計 例如加大窗戶之後 他們在2017年 就成功向這個獨立審查組 覆核了早前8宗被否決 將處密室改建做住宅單位的申請 而房屋處也表示 用同一個修訂原則 他們預計 有多42個處密室 可以改建做住宅單位 包括正我提到 採紋一村個別面積大的處密室 換言之 該處預計 一共有50個處密室 可以改建做住宅單位 公署認為 近年市民對房屋的需求這麼迫切 但是房屋處 直至2015年年初 才研究 將處密室改建做住宅單位 反映房屋處未有審辭度勢 去因應市民對公屋的需求 積極去研究其他彌補措施 或替代方法去改建這些處密室 我們認為房屋處應該積極考慮 將成功個案中的修訂原則 套用到更多適用的處密室 來增加和改建住宅單位 除了處密室之外 我們的調查也發現到 順利村某大廈低層 就會有大量限制的空格位 就像大家在途中看到的情況一樣 房屋處表示 這些空格位一般出現在 早期落成標準型設計的大廈 因為個別屋村所在地形的限制 所以這些空格位部分 不可用來做住宅單位 此外這些空間也有作為通道和通風的作用 有部分空格位基於保安和管理的需要 房屋處都將它們用鐵欄圍封 房屋處表示 由於這些空格位不屬於處密室 所以他們沒有就這些空格位的數量和分布 去作出一個統計 但是在本處展開調查期間 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 房屋處就成功向獨立審查組 申請改建三個空格位做住宅單位 其實足以證明這些空格位 存在著改建住宅單位的可能性 因此 公署認為房屋處應該記錄這些空格位的分布和數量 以及積極研究去改建這些空格位做住宅單位 除了將處密室改建住宅單位之外 公司也關注一些不可改建住宅單位的處密室的用途上 現時是過於僵化的 正如我剛才提到 公屋處密室其實可以分為住宅範圍內和外兩種 住宅範圍以內的處密室 現時就會按一個標準收費率 出租給租戶 服務承辦箱、護座委員會 或者屋邨辦事處做一個儲存物資的用途 至於住宅範圍以外的處密室 就會按市值租金或者標準收費率 出租給屋邨內非住宅設施的租戶 例如商舖的租戶 其實在2010年之前 住宅範圍以內的處密室 都曾經出租給非住宅設施的租戶 但是同年 房委會就重整公屋處密室的租任政策 他們基於保安和管理上的考慮 就決定將住宅範圍內的處密室 出租給那棟大廈內的住宅租戶 因此房屋處需要收回2520個處密室 令到處密室的空置率有所提升 雖然房屋處過去曾經研究 將這些處密室改變成其他用途 但是數量非常少 在過去5年 只將7個住宅範圍以外的處密室 改成社福用途或者雙舖 事實上 現在有接近9成的空置處密室 都是位於住宅範圍以內 現時的公屋住密室的租任政策 就限制了出租對象 如果房屋處繼續堅持這類限制空間 只可以租給住戶的話 就很難免會造成大量和長期的空置情況 尤其是面積越大的處密室就越難租出 根據房屋處的資料 其實在過去6年 他們都收到不少社福機構或者幼稚園 去租用這些公屋處密室的申請 其實可以看到這些機構對這些公屋 限制空間都有一定的需求 在本處調查的期間 我們都接望不同團體 就著怎樣用這些公屋處密室的意見 有團體認為 可以出租給一些社福機構 去設立一些社福的設施 也都可以將這些空間 變回一個共向空間 給居民使用 甚至可以用來提供居民服務 例如托兒或租服務等等 公處認為 社福機構和其他持份者 就著怎樣使用這些公屋處密室 有著不同的意見 所以房屋處應該抱一個開放的態度 積極研究 去將這些空置處密室 用作其他用途 最後公處就認為 房屋處就著這些空置的處密室 所提供的資訊是有不足的 現時如果屋邨裏面 有空置的處密室可以供出租 房屋處只會在屋邨辦事處 或者大廈地下大堂 將貼通告 他們提供的資訊和提供的渠道 都十分有限 以至有興趣租用的團體 和人士很難知識 這些空置處密室的具體情況 公處認為 房屋處應該加強提供 公屋處密室空置的具體資訊 包括數量、面積和所在位置等等 和定期發放 從而吸引持份者 和有興趣的單位向政府提供 善用這些空置處密室的建議和構思 基於上述的調查所得 公處就向房屋處作出了五項建議 公處認為 房屋處應該密切跟進 或得審查組 批准改建做住宅單位的儲物室 和空格位的改建進度 和進化研究 將有關適用的理據 套用在其他可以改建的儲物室上面 房屋處也應該審視 現在空置或已出租的儲物室的情況 積極去研究一下 是否還有其他替代方法 可以彌補和克服這些儲物室 未能符合建築物條例 要求上面的不足 從而改建做住宅單位 另外,房屋處也應該記錄和匯編 各個公共屋邨入住宅範圍內 空格位的資料 包括分佈和數量等等 從而作出統計 和積極研究一下 將這些空格位改建做住宅單位的可行性 此外,房屋處也應該積極檢討 公屋處物室用作其他用途的可行性 以及加強發放有關 空置公屋處物室的具體資訊 我報告了這麼多 將時間交給專員 謝謝Wing 近年香港的住屋問題有多嚴峻 相信都不需要我說 現在公屋申請的輪候時間 已經超過五年 不少人也都現時 住在一些面積只有幾十平方尺 甚至是沒有窗的劏房 因此當我們的調查發現 在公屋的屋村之內 是有超過九百五十個 而總面積達到十一萬平方尺的儲物室 被空置 在這些空置儲物室裏面 也都有超過三成的儲物室 面積是超過一百平方尺 實在令人蓋炭 這麼珍貴的土地資源 竟然被這樣浪費 同事剛才也提到 一個實用面積近750呎的空置儲物室 大家可以看到 現時來說 700多尺 其實有些人都會視它為一個豪宅 而根據屋宇村的資料 同樣大小而被限制的儲物室 在彩雲一村那裡有三個 我們認為要善用這些的限制空間 首要考慮當然要改建成為住宅 讓人可以入住 特別是這些的儲物室 其實它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圍在一些地點 相當方便的一些禁煙屋村 不過我們都很明白 並不是每一個的儲物室 都適合要做住宅 新造資源公署也都不會要求 屋宇處是硬硬把一些儲物室 改變成為一些不合規格的住宅 不過我們都在這個調查過程裡 我們諮詢過建築界的一些專業意見 其實就一些輕微 未能夠符合法例的事項 例如採缸 或者是小小通風不足的住宅 房屋處是可以考慮一些補償性的措施 例如你是加大窗戶 以去符合這個法例的要求 事實上 房屋處在套用上述的方案之後 已經是成功複合了 早前是被否決的八個改建申請 計一計數 現時預計會有多42個的儲物室 可以用這些的原則 改變成為住宅 就是包括我剛才所說的 那三個大面積的儲物室 加上房屋處已經是成功改建 或者是正在改建的24個儲物室 換言之 可以改建成為住宅單位的儲物室 到目前為止是可以達到74個 除了儲物室 我們研究也發現 在公屋大廈裡面 其實是存在不少的一些空格位 這些空格位的面積和環境 和鄰近的住宅單位 是非常相似的 大家都可以見過 是嗎? 由於房署一直過去 都是沒有統計 或者是記錄這些 有多少這些空格位 所以我們都掌握不了 究竟有多少的空格位 和他們分佈的情況 不過在我們隔入之後 我們都很開心 就是房署是成功 將三個空格位 改建成為住宅出租 其實也可以看到 這一類的空格位 它具有改建成為住宅單位的可行性 新造專員公署認為 房署是應該要認真地去審視 現時空置和已經出租的儲物室 以及記錄所有空格位的資料 就積極去研究 改建成為住宅範圍 以舒緩市民 對於這個公認房屋的迫切要求 至於不可以改建成為住宅 但又在住宅範圍裡面的儲物室 過去就由於基於保安和管理上的考慮 所以房屋處只會租給在那一棟大廈裡的住戶 作為儲物用 但我們認為如果房屋處仍然如此僵化 去設立這個限制 換言之這些很大面積的儲物室 很可能只會繼續長期空置 大家想想一下 當大部分公屋住戶自己的房屋 都不會有七八呎那麼大的時候 市民哪個有實際需要 租用這麼大的單位來設置 來設置物件 即使是有 其實這樣的安排 又是否真的善用資源呢 事實上我們接到不少社福機構和建築人士的建議 例如是可以將這些儲物室出租給一些社福團體 向居民提供一些托移或者補達的服務 又或者是可以披露一個共享的空間 我們認為如果房屋處能夠持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積極去研究將這些空置的住物室改建成為其他用途 那一方面是可以減低這個住物室的空置率 另外一方面也都可以為到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是達致相贏的 我們都想在這裡重申 土地那麼矜貴 半呎都不應該浪費 所以我們希望房屋處能夠吸納社會各方面的創意 以達到資源運用的更好的效果 同時也都希望他們能夠加強這個資訊的透明度 盡量公開或者是向有關持份者提供這個空置儲物室的具體資訊 那麼針對上述不足之處 新造資源公署提出了五行的建議 我們都很高興就是補處接納了我們的建議 並且下手希望可以落實這個建議 那麼現在我用英文講一講 Dear friends, our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ere are more than 950 vacant store rooms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there were of these, more than 30 percent are sized over 100 square feet with some even up to a usable area of about 750 square feet while most of the public housing units do not have such a large size how many public housing tenants will have the need to rent such space just for storage? even if some would, could we honestly say that the valuable sources are put to its best use? I do not need to emphasize how serious Hong Kong's housing problem is the housing department should ensure that precious land resources are not wasted our office considers that the best option to utilize those idle spaces is to convert them as far as possible into a public housing unit understanding that not all store rooms are suitable for residing we would not suggest housing department to violate any statutory requirement nevertheless, after consulting some professionals we have proposed and housing department has accepted adopting some remedial measures and designs to meet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as a matter of fact, housing department has successfully converted eight store rooms into public housing units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42 more store rooms can be converted by applying the same principle together with the store room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converted or under conversion housing department is able to convert as many as 74 store rooms into public housing units on the other hand, we find that many empty bays in public housing blocks with sizes and conditions similar to their adjacent public housing unit this is the one this is the one but we get hold of no figures as the housing department has never compiled any records and statistics on them upon our intervention, housing department has successfully converted three empty bays into public housing units we get to note that all in all, we urge housing department to carefully reveal the conditions of all store rooms and empty bays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with a will to converting as many of them into public housing units as 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 for store rooms not suitable for living, what to do? we think that a housing department should adopt an open mind to explore more possible uses instead of just leaving them idle moreover, housing department should publish more information about vacant store rooms to facilitate interested parties to put forward their proposal to the housing department in view of the inadequacy we supported, we have made fiv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housing department and we are pleased to note that the housing department has accepted our recommendations thank you very much please thank you thank you next we see 那個空閘位是否你們在檢查之前 不知道有這些位的存在 要真的下去才知道 你們是否都估計可能其他屋邨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些空閘位其實跟那些儲物室或者住宅 其實那個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另外想問就是社福機構申請那裡 如果照防署批的原則的話 就算有這麼多的申請 其實他一中都沒有批的 謝謝 關於申請的數目 一會兒我同事會告訴你 空閘位那裡 其實我們同事在進行主動調查報告的時候 我們是去到不同的屋邨去看 我們也都看到屋邨裡面除了 就是在我們調查這個說 空置的儲物室之外 我們都是找到很多這些的空閘位在這裡 這些空閘位 由他們的大小和環境 其實也都是和鄰近的那個單位 是非常之相似的 那就是如果你譬如是把它做一些改建 或者一些的比如說做了窗之後 其實是可以用的 那在我們的介入之後 就房署也都成功是把三個空閘位 是改變成為一個住 就是一個住宅的單位 是可以要來出租的 那在這裡呢 由於房署過往呢 他們就是沒有這些空閘位紀錄 所以我們現在也都沒有知道 就是有幾多的這些空閘位 和它的分佈情況是怎麼樣的 但是我相信呢 我們都鼓勵房署在這方面 是做多一些的工作 因為肯定這些的空閘位 在過往裡面是建公屋的時候 是不僅止說我們找 就是我們這些調查的屋邨裡面有 應該其他屋邨也有 那也都是成為一個 就是可以說是發展成為 是更多有這些的住宅單位出租的一些潛力 或者我請Wing說一說 就是那個社福機構 我回應你社福機構的申請 其實就好像我剛才介紹到 社福機構只可以申請 租用住宅範圍外的儲物室 因為住宅範圍內的儲物室 根據現在的政策 就只可以出租給那棟大廈的住戶 至於你說申請的具體床的情況 其實在我們調查報告第四章的4.10段 都有詳細的資料 其實大部分他們都有批准了申請 不過你看到近幾年 其實就有一個供不應求的情況 有些申請因為沒有足夠的儲物室 所以就沒有批准出去 是 你好 有線電視 尤俊華 其實想問一下 就是見到儲物室的空置 就是2015年才研究 將儲物室改建做一些住宅 會不會說其實住宅問題 都不是這一兩年的事的時候 房署在2015年才開始去研究呢 其實效率是太慢 情況也是不理想 第二個就是想問一下 空格位的問題 其實就是看回一些舊式的公屋 其實都應該有不少這一類的空格位 但是至今只有三個空格位 可以改建做一個住宅單位的時候 其實情況也是相當不理想 是 你第一條問題 其實我們都同意 就是房署 當然我們了解 他在早年的時候 建建的那些公屋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位置 或者不適合的時候 於是就衍生了一些 不可以要來作為住宅的一些 儲物室 甚至是留下一些空格位 但是我們覺得房署在這方面 他是沒有審時度勢 現在時代是不同了 也都那個房屋的需求 是可以說是很嚴峻 甚至是可以說水深火熱的時候 他們應該不會看不到 這些空置的一些單位 或者一些空格等等 所以我們覺得 他們應該要急起直追 盡量快點去看一些 比如一些空置了的住宅 可以把它改建成 一個適合的住宅單位 或者還有一些空格位 甚至我們是建議 他們對於一些 是不能改變為住宅的 其實都應該積極一些 就是可以考慮 就是將他們 比如說是租給一些社福機構 是作為一些可以作為 在居民附近的一些設施 很簡單說是要審時度勢 以及盡快去做這些事情 第二個就是 你問關於那些空格位 我們相信在其他不同的屋邨裏面 舊屋邨都會有這些空格位 他們在之前也都因為沒有記錄 所以沒有做到這方面的一些記錄 但是我們也很高興 在我們進行調查之後 也都成功將這些空格位 是可以把它改建成為住宅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這些空格位 是跟一些住宅單位是相連的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的位置 那個環境 就是向窗 就是有沒有窗 就是有沒有向光 等等 其實都很相似的 是有一個很大的潛力 是可以變成一個住宅的單位 所以我們希望房翠在這方面 是能夠盡快和盡量 這樣去將這些空置的單位 是改變成一個有用的用途 就不要將它空置 是可以的 專員你好 商業電台陳傑 想請問一下 剛才說到住宅用途那件事 就是有些單位 17年其實都已經改成了一個住宅用途 會不會有一些個案件 是已經有人搬進去住 本身不是說 例如通風、採光不好 其實改建完之後 其實是不是那個住戶 都是滿意的單位 其實都跟原本房住的憂慮 其實都有出入呢 還有想問一下 有些單位可能有些輕微 不符合建築物條例 就不能做到住宅用途 但之前好像 例如公下改建的計劃的時候 地政總署都說 可能會提供一些彈性的處理 去看看會不會幫到公下的單位 這方面如果在這個案件裡 會不會和地政總署都商量一下 會不會可以放寬或者彈性去處理 首先你剛才問那個已改建的 就應該在我們的PowerPoint 16 那裡 就是一個已改建的一個單位 那是龍亨村的一個單位 面積約269呎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大家也可以看到這個單位裡面 其實是有窗 還有也有一定的空間在這裡 是相當之很好的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們都希望房署能夠繼續改建 也看到改建的那些單位 其實也不是說 因為它也有一定的建築物的要求 不會說是很差 對於就是我們都見到一些儲物室 他們是因為某一些客觀因素 就是當時 當年是沒有將它作為住宅 那當然我們如果是有一些情況 它只是很輕微的 譬如是那個採光 或者是少許通風不足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考慮 考慮將它們是譬如說 用一些補救措施 例如你加大個窗 那就可以更加乾一點 還有也可以更多的通風 是可以考慮的 而我們也是 諮詢過一些建築界的專業人士 他們都認為在某些情況之下 其實如果做一些補救措施 是可以達到的 這件事情 妳說一下 訪問這些吧 你講過多人的屬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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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 we think that converting some storage rooms into the residential unit is quite important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have those space laid idle and then that is no use because land is so precious. So even though in converting this, we need to follow the legislative requirement so it would be important for housing department to change it and to convert it into a usable residential unit. And when can we expect that to happen and how many units- Sorry, Yikeng. When can we expect that to happen and also how many units exactly can we sort of- We so far- so far up to date we know that at least there will be 74 store rooms that could be converted into a residential unit. And of course, as you know, some store rooms are smaller so maybe they will combine into one. So I think housing department really need time to pick it. But we are happy to note that they would turn this into a policy and that they are now doing this- they accept this as a policy that they will be changing and converting the relevant store rooms that are usable for residential units. They also agree to some of our proposal that for those units that could not be changed into residential units, they will also consider other uses. And they also promise to make more publicity on these available vacant store rooms so that more people or more NGO could know the information and then seek whether they could run such threats for better use. Thank you. 好 答聲 你好 專員 我是TVB趙嘉雲 想多問一些關於和邪村 你們說它應該是最多面積是轉聞室空置 想請問一下其實有多少個轉聞室空置 還有它有多少個在住宅範圍內 你們說彩雲村有三個是七百多尺 那和邪村呢 你們看到有多少個是大過超過一百尺 可能有機會改建住宅單位 還有你們實際的視察有沒有看過環境是怎樣 你們觀察都覺得可以改建住宅單位 或者頭兩條題目關於數字 同時稍後回答你就是和邪村和其他單位 就關於那個環境的轉變 在我們這個建議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空置了住物室 房處應該要考慮 將它們轉為一個住宅用途 我們是沒有忘記到 那個建築物條例的一些規管 或者是起碼你一定要做到那個單位 是一個人住的單位 我們沒有忘記這個東西 所以在改變這些住物室的時候 其實如果是將一些 比如有些是有潛力可以改建的話 其實將它是用一些補償性的措施 比如加大的窗 其實是可以做到 我不想刻意將它和劏房比 其實如果一個的儲物室 它有相當的面積 也都有窗 如果你做一些補償性措施 可以好像剛才我們也都看到 在我們的PowerPoint裡面的一個單位 其實是可以說造福到那些在公屋輪候者 令到它們可以快一點上樓 或者我將第一語條給阿瑩 那我回應你和邪村的數目 其實我們房屋處給你們的資料 和邪村在住宅範圍內 就有174個窗密室 在去年的8月底 就有139個就仍然是空置的 至於你們譬如想知道詳細那個空置情況 其實可以參考我們調查報告裡面的附件 裡面都列出了這麼多屋村現在的空置情況 現在的空置情況 早安,我是Maggie Ho 從RTHK 所以明顯然房屋局已經做了 你所想要做 基本上它們正在調整房屋進入房屋 所以可以告訴我們 什麼是你的評論 你覺得是太慢 或是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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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更多的行動 你會想要做 謝謝 謝謝 你可以 we understand that in the old days becaus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factors that would result in the availability of these storerooms.We understand that. But now as time goes on I think the housing problem becomes a very serious problem in Hong Kong.So we do not think that HDs could just sit on it and without assessing how to convert these storerooms into a usable area.We think that they should be more reactive to the need of the community to do something.So we do.But we are glad that now they are doing it.Thank you. 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We know that they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個別單位如果要將它改建成一個住宅單位 其實你都很視乎那個單位的情況 譬如你要不要將窗戶擴大 或者加多個窗等等 這個我想不一而足如果詳細的資料 關於那個改章的時間 我想房署能夠給你更多的一些資料 就關於採雲一村那三個大的單位 我們知道他們都會有這個潛力 即是會有這個機會 將他們改變成為住宅單位 關於這個空格位的那裏 阿明說一下 關於那三個改建的空格位 其實他們都是位於順利村裏面 他們面積介乎三百多平方尺 及四百零平方尺 即是這些的其中改造 所以其實是相當之好的 如果你是將它比起在外面 有一些比較出租的劏房 它是比較小那麼多又沒有窗 我相信這些情況是很好的 即是這些改裝了的這些住宅 你好 專員大公報的 想問一下你們實地視察過順利村裏 有大量的限制空格位 大概有多少個 面積是普遍的一呎 以及房署都說空格位 本身是有些用途的 就是通風和通道 其實要改建這些空格位 做這個住宅用途的時候 是否有甚麼條件呢 謝謝 關於通風那些 當然我想房署他覺得 某些空格位可以改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評估在那一區 裡面的空氣環境等等 這樣的情況 至於那些 譬如說是 那些空格位 他們在改裝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其他的通風 我想房署一定會考慮這一樣 其實關於空格位方面 正如我們報告都提到 其實房屋處一直都沒有 就這些空格位做一個數據 去分析究竟有多少位分佈是怎樣 但就住我們 譬如去實地視察 一棟大廈裡面 在低層都見到差不多 約10個空格位的存在 所以我們預期有同類型的屋村 其實都有很大機會出現這些空格位 所以我們認為房署應該積極研究一下 可不可以將這些空格位 去改建做住宅單位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這裡裡面 這些空格位是接連很大 很多個在旁邊左右都有的 所以來看 這個空格位 是不是要來 只是做一個通風的用途呢 你需不需要這麼多空格位 一勒去通風呢 所以這個是房署 他自己用專業角度去評估 但現在也可以看到 在我們介入之後 跟他們去商討這些問題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很快 可以轉到三個空格位 已經變成三間公局單位 你好 東方的部 何清理 不好意思 想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有沒有問過房署 為何那個空格位會這麼高 他們解釋 為何會出租不到 還是租金問題 還是怎樣 還有剛才 調查主任有提到 有些社福機構想租用的時候 是租用不到的 可不可以說一下 那些最大的原因是甚麼 是他們考慮那些單位的問題 是大小還是怎樣 還有有沒有說 因為看到PowerPoint第29頁 提到2016年 是有54宗的租用公屋 儲物室 但去年只有26宗 其實是因為甚麼原因 令社福機構 或者幼稚園 不再申請這些公屋的儲物室 謝謝 謝謝 好 儲物室的儲物室率高 我們相信是和在2010年 房署裡面 他們有一個新的 這些儲物室出租的政策 主要是他們擔心 如果有一些儲物室 是在等屋裡面 他們認為是為了安全 保安器件 是應該只是租回 給同一棟屋村裡面的租戶 大家都可以想到 特別是那些大間那些的住物室 如果你的房子都沒那麼大 你租一間那麼大間 沒甚麼用 而且如果你只能夠 給同一棟大廈裡面的租戶 去租用的時候 那可能性是低了很多 所以在那個時間裡面 是突然之間 是多了這些空置的儲物室 以至令到那個空置率是高了 至於社福機構 其實他們也都有一些 是和我們表示過 去租這一類的單位 其實是不是太容易的 第一,資訊他們不是太多 他們也不知道哪裏有一些空置的位置是可以租 第二,亦都受制於 就是他們說在同一個 譬如一些在住宅範圍內的儲物室 就只可以租給那一棟樓裡的租戶 其實也會影響到社福機構 他們去租這個儲物室利用的 或者Ring有沒有資料顯示一些租不到的情況 即是社福機構租不到的 再補充一點 正如我剛才提到 現在社福機構 就只可以租用這些住宅範圍外的儲物室 但我們其實看到很多空置的儲物室 其實接近九成在住宅範圍內 所以其實在外面 我們在過去幾年的數字都看到 其實有申請租用這些住宅範圍外的儲物室 其實是多於它的供應 所以令到有些社福機構租不到這些 正正是看到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就建議房屋處 是不是可以認真研究一下 是不是可以將住宅範圍內的儲物室 都可以開放做其他用途 讓社福機構去租用 從而滿足他們租用的需求 以及減低公屋處物室的空置率 因為房署依然是用回他們 過去幾年前的措施 很僵化地為自己設置這個限制 其實那些儲物室 特別是大面積的 只可以繼續長期空置 你的報告說 有959內容 有959內容 但現在你只能說 可以只能預計75 內容 可以解釋 為自己的數字 是有很多的 要有考慮 需要考慮 before developing them into residential units. Thank you. So far, I think there are 950 showrooms are vacant. And now they are gradually improving this condition and they are converting some, I think, some 74 storerooms into residential units. So at least they are step out to do that. Is there, like, considerations in terms of how the features that the storerooms need to possess that's keeping the number so low? Like, for example, they need certain facilities, electricity, water, windows, etc., or to make them safe and livable. Is that the reason why the number is so low? Yes, can you take it up? Actually, as I just explained this in my presentation, for the housing department to convert those storerooms, they have to fulfil the building audit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building audits. So in some of the storerooms, we acknowledge that they are quite inferior environments that are not suitable for commercial. but we also see that some storerooms with just some minor constraints, such as some minor lack of natural lighting or ventilation. So the department is now in the progress to convert as many as possible. And the figures now we have is just an estimation. Of course, we do expect the department to convert as many as possible to the storeroom, and we will follow up with the department to see how many they can convert. So actually, in our recommendation, we do recommend housing department not only to convert those storerooms into the residential unit. When those storerooms are found not suitable for such purpose, we would not encourage them to continue to lay those storerooms either. But rather, they have a lot of alternatives to choose. So that,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spaces would not be laid either. For example, they could consider renting those storerooms units within that certain block, not only to the tenants, but also to other organizations, so as to provide more service to the public. Okay, so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having. 我們今天第二個調查報告 就是在運輸處發生去年的事 就是青魚幹線實施商向收費的安排妥善 導致大塞車的一個投訴 我們也是在這方面收到投訴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也進行了一個全面的調查 我現在請Margaret跟我們講一講這個報告 謝謝 各位早晨 首先我會交代一下青魚幹線實施商向收費的背景 然後再報告就這次大塞車事故公署的調查所得 在港珠澳大橋啟用之前 青魚幹線是進出大嶼山的唯一道路 自1997年啟用後 青魚幹線一直採用單向收費的安排 即是駕駛者往機場方向時不需要繳費 但在回程往九龍方向時 一次過繳付兩程費用 當港珠澳大橋啟用後 青魚幹線就將不再進出大嶼山的唯一道路 所以運輸署就需要在大橋通車之前 將原有的單向收費就改為雙向收費 以及上班市民 這件事是受到廣泛關注的 而公署也收到市民的投訴 就指運輸署在配套不足的情況下 勉強在青魚幹線實施商向收費 以至到第一個上班日就出現大塞車 以下我會報告 運輸署在青魚幹線實施商向收費前的準備工作 大塞車當日的事件經過 及運輸署所作的行動 以及運輸署對今次事故時分析 當青魚幹線改為商向收費時 運輸署就需要重置和更換相關的收費設備和系統 直到2017年8月 相關的工程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運輸署就需要維封和重置最後三條 往機場方向的無阻行車道 以及它旁邊的收費設備 運輸署和警務署經研究之後 就認為在重置最後這三條無阻行車道的時間 就必須一併實施商向收費 以保障交通安全 所以相限收費就不能等到青魚幹線收費廣場 往機場方向 最後階段的改裝工程完成之後才實施 而是需要同時進行 當敲定具體安排之前 運輸署收集過往青魚幹線 不同時段的汽車流量數據 車輛通過人手和自動收費通道的處理時間等相關資料 去評估需要開放多少條收費通道 而根據他們搜集到的數據 而根據他們搜集到的數據 運輸署預計四條人手通道加上兩條自動收費通道 每一個小時合共可以給5,000架次的車輛通過 是可以足夠應付青魚幹線最高峰時候的交通流量 而在宣傳方面 運輸署就向荃灣、離島和葵青區議會的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發出書面的文件 交代青魚幹線商向收費的實施日期 及臨時交通安排的詳情 運輸署也有通知巴士、的士及貨車商會等的運輸業界 由2017年7月起 運輸署也透過派發宣傳單章及信件 發放新聞稿 在主要通道的可變訊息顯示屏的資訊 及在隧道進行廣播等不同的渠道 去通知公眾及相關的持份者相向收費的安排 在2017年8月19日晚上8時 去到20日凌晨2時半期間 運輸署在青魚幹線收費廣場的控制室 也設立了行動中心 聯同相關部門及單位包括警方 去監察收費廣場的運作 同時運輸署的隧道及青馬事務組的職員 也在每日24小時運作的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 監察實施相向收費的情況 以便在有需要的時間 就和相關的持份者 包括機管局、港鐵公司和專營巴士公司等等聯繫 去作出相應的安排 在8月20日星期2日 即是第一日實施相向收費期間 整體的運作是正常 而交通情況大致都是暢順的 去到8月21日星期1 亦即是實施相向收費後第一個上班日 運輸署按照原先計劃 在青魚鋼箭收費廣場旺機場方向 開放了4條人走收費通道 即A9、A10、A11、A18 4條通道 和A12、A19兩條自動收費通道 被車輛通過 而A13至A17五條的通道需要封閉 以配合收費設施的重置工程 在當日運輸署安排了兩個職員 由上午6點起 在青魚鋼箭收費廣場的控制室 聯同青馬營辦商和協調中心 一起監察青魚鋼箭收費廣場的營運和交通情況 而往機場方向的交通起初一直暢順 而去到上午7點 運輸署在收費廣場控制室的當值職員 就發覺交通漸趨繁忙 並出現約300米的車輪 等候進入人手收費通道 去到7點18分 收費廣場往機場方向的車輪 已經延伸去到青馬大橋馬灣橋塔附近 形成約2.8米公里的車輪 期間運輸署在控制室的職員 一直都有跟協調中心聯絡 報告最新的交通情況 去到7點23分 協調中心就開始發新聞稿 通知公眾青魚鋼線最新的交通情況 直至8點05分 因為塞車情況越來越嚴重 運輸署於是聯絡警方 青馬營辦商及相關部門 要求他們前往收費廣場 一起商討改善交通情況的方案 去到8點44分 運輸署就按照預設的應變計劃 開放埋懷於收費廣場往機場方向 最左手邊的人走收費通道A20 這條通道原本是留作為緊急車輪通道 但即使開放這條通道後 當日都只能有限度幫助疏到車輪 去到上午9點 即車輪出現近2小時後 運輸署及警方負責人員 到達收費廣場控制室開會 期間由收費廣場一直延伸的車輪 應去到近屯門公路 長達10公里 開會後 去到上午9點19分 運輸署及警方負責人 決定調整收費廣場的臨時交通安排 包括縮世風路的範圍 盡快開放更多收費通道 並且在9點48分 關閉剛才提及的 開加開的A20通道 另外在上午10點46分 開放A13這條人手收費通道 在調整後 事發當日早上 青魚幹線往收費廣場 一共開放了7條收費通道 包括5條人手收費通道 包括5條人手收費通道 和2條自動收費通道 運輸署經分析後 認為 導致當日大塞車的主要原因 是他們事前設定的臨時交通安排 不夠完善 包括 在收費廣場的水馬陣 擺放得太闊 和太長 令到車子很難轉線 造成互相阻塞 路牌和指示 也沒有擺放在更早的路段 以提醒駕駛者 人手收費通道 和自動繳費通道分別的位置 也沒有提供足夠的空間 讓使用人手收費通道的車輛輪候 令到等候進入人手收費通道的車輛 阻礙了前往自動收費通道的車 另外人手收費通道的處理時間 亦比運輸署原先估計的為長 另外 當天早上當車輪出現時 青馬大橋往機場方向 和丁九橋往九龍方向 分別在早上的7點多 和8點多發生交通意外 亦加劇了青朗公路 和屯門公路的制則情況 在回應公署調查時 運輸署解釋 該署預設的應變計劃 不包括即時修訂臨時交通安排 而修訂臨時交通安排 並涉及安全考慮 必須等相關部門和刑辦商 仔細討論後才能實施 但當日派駐在收費廣場控制室的兩位職員 他們沒有獲授權 可以因應現場的交通情況 即時修訂臨時交通安排 所以在事發當日 要等到負責計劃 交通安排的運輸署 和警方人員在9點到達現場 開會後 才即時調整臨時交通安排 而按運輸署當日的觀察 去到上午9點19分 開始將水馬陣收窄和割短 並在10點26分加開一條 A13近中間行車線的人手收費通道後 其實車輛的擠塞情況已立即改善了 對於運輸署在清餘幹線實施 雙向收費安排 公署有以下評論 在實施前 運輸署有採取多項準備措施 包括參考過往的車輛流量數據 制定應變方案 設立行動和協調中心 通知業界和公眾等 不過在回應公署調查時 運輸署亦承認 事前制定的臨時交通安排未如理想 不能設合繁忙時段 實際行車狀況 造成今次大塞車事故的技術主因 更重要的是 運輸署當日的臨場應變明顯思慮不周 結果不能盡早控制和解決塞車問題 反映出該處在行政安排上亦有缺失 在事發當日 運輸署雖然派了兩個職員 在收費廣場控制室 專責監察交通情況 但他們沒有獲授權 可以因應現場情況 即時調整臨時交通安排 結果要等到在車輪出現2小時後 運輸署及警務署有權即場修訂 臨時交通安排的人員 到達現場開會及指揮 才可以調整臨時交通安排 期間這兩個時間繁忙時間 累積起來的堵塞其實是很嚴重的 運輸署不能及早採取有效應變措施 公主認為是不能接受的 另外,當日運輸署不斷呼籲駕駛者 採用其他方法前往機場 對於未陷在車輪當中的駕駛人士 或乘客可能有用 但對於那些已經身處車輪當中的人 可說是沒什麼意義的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運輸署應該考慮的是如何提供出路 給在車輪當中願意離開 原署截犯的車輪離開 以儘快將車輪消散 綜合以上分析 公署向運輸署提出了三項建議 第一,加強職員在同類臨時交通安排策略上的培訓 提升他們啟動及調整應變措施能力及敏感度 第二,確保日後在實施同類交通安排的首個上班日 有獲授權可以啟動應變措施 及調整臨時交通安排的人員派駐在現場 第三,就是執行同類臨時交通安排之前 應該按情況考慮在應變計劃之中加入 應變接反點的安排 我的報告來到這裡 將時間交給專員 謝謝Margaret 在港珠澳大橋啟用之前 青魚幹線是目前唯一連接大越山 及本港其他地區的陸路通道 亦都是往返香港國際機場 和東沖新市鎮的唯一汽車通道 或者我們看看數字 在2017年香港國際機場的客運量 是去到7300萬人次 空運量是超過了500萬公噸 機場人員即每天往返 約莫的員工約有7萬3千人 所以每天就需要依賴青魚幹線 進出機場和東沖的龐大人流量 和貨物流量是可想而知 為了要維持香港高校城市 和國際支都的美語 保持青魚幹線暢通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但在我們這個個案裏 就身處專員工序發言 運輸署在青魚幹線實施雙向收費的第一個上班日 在臨時交通安排和應變措施這兩方面 都有一個明顯的缺失 導致當日早上網機場方向出現大塞車 根據媒體報導 青魚幹線收費廣場成為交通瓶頸 而車龍的龍尾伸延至屯門公路 在早上繁茫時間的高峰期 車龍長達10公里 而鄰近的交通大受影響 大嵐隧道也需要實施間歇性的封閉 在回應我們的主動調查時 其實運輸署也承認 事故的技術主因是因為當日的臨時交通安排 是未盡而善的 包括放在收費廣場的水馬陣太闊太長 又沒有在更早的路段 預先提醒駕駛者 人手收費的通道和自動繳費通道的所在位置 而人手收費通道也不能提供 提供一個足夠的空間 給輪候車輛交費 種種問題加起來 導致車輛轉線困難 在互相爭線和互相阻礙之下 令到大量的車輛塞在收費廣場 事件反映到運輸署事前制定的 所謂臨時交通安排 是未能夠配合到 繁忙時間時段實際行車的狀況 但是我們發現 令到問題更加雪上加傷的 就是運輸署當天派駐在收費廣場 控制室內負責監察的職員 竟然未獲授權 可以按現場情況 即時去修訂臨時的交通安排 因此即使工作人員在7時多 已經發現開始有塞車 但仍然要等到那些有權 去做修訂的負責人員 在9時抵達現場 又要經開會後 才能夠調整臨時的交通安排 包括改變水馬鎮的擺放 由車龍初初出現 去到有關人員到場 商討再調整臨時的交通安排 期間是長達整整兩小時 而這兩小時 即是早上的7點至9點 正正是一個交通繁忙的時段 前來的車輛只會越來越多 堵塞造成的嚴重性顯而易見 當日的嚴重塞車 明顯是需要有關當局 能夠因應當場的實況 用最快的應變措施 包括修訂臨時的交通安排 去消散車龍 但運輸罪在這個黃金兩小時裡 竟然是因為獲授權的職員不在場 而不能及早採取有效的應變措施 其實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 大家試想在當日的車龍裡 必定有大量趕搭飛機 和趕上班的旅客和市民 他們在堵塞期間的招急 憂慮和無阻心情 可以想像得到 難免是遠聲再度 而事件也大大影響了香港公共服務的高效形象 我們對運輸罪做了三項改善建議 包括第一 他們需要加強職員在同類的臨時交通安排策略上的培訓 並且提升他們啟動和調整應變措施的能力和敏感度 第二 派駐監察現場職員必須包括已經獲授權 即是他們有權力去做 以及可以啟動應變措施 以及修訂臨時交通安排的人員 第三 考慮在應變措施中加入一個應變接反點的安排 香港陸續會有其他大型工程上馬 運輸罪很可能也會再需要執行類似的臨時交通安排 新造專員工處認為 運輸罪必須吸取今次事件的經驗 認真檢討防止同類的事件再發生 我們也很高興知道 運輸罪大致上是接納了我們的建議的 所以,我的朋友 Before the Hong Kong Chuhai-Macao Bridge came into service the Lantau Link was the only land crossing connecting Lantau Island and other areas of Hong Kong It was also the only vehicular axis betwee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Dongchung New Town Therefore, it is absolutely important to ensure a smooth traffic flow at Lantau Link in order to maintain Hong Kong's reputation as a city of high efficiency and its status as a cosmopolitan metropolis However, in this case obvious deficiencies were found in Transport Department's temporary traffic arrangement we call it TTA and the contingency measures on the first working day after implementing the two-way tow connection resulting in serious congestion in airport-bound vehicular traffic In response to our investigation Transport Department admitted that the major technical factor leading to the incident was the inadequacy of the TTA for that day The inadequacy made it difficult for vehicles to change lanes motorists had to compete for available lanes causing obstruction among themselves ending up in a large number of vehicles was trapped in the Toe Plaza Transport Department admitted that the TTA if formulated beforehand simply failed to cope with the actual peak hour traffic condition What aggravated the problem further was the officers deployed by Transport Department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from the Toe Plaza control room were not authorized to make any immediate alteration to the TTA in response to actual circumstances So, even though they were aware of the emergence of serious traffic condition as early as around 7 in the morning they had to wait for those responsible persons who are authorized to make alterations to arrive at the scene at 9 a.m. Those two hours, that is 7 to 9 in the morning were exactly the peak periods when more and more vehicles were heading towards the area The serious congestion, traffic congestion on that day obviously required the authority concerned to react quickly to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and adopt contingency measures including revising the TTA to dissipate the vehicle's kills but there were no authorized persons at the scene at that critical time It was totally unacceptable One can imagine that a large number of travelers and local residents rushing to the airport or to their working places were stuck in the traffic queues on that day and their feelings of anxiety, distress and helplessness It was indeed a severe blow to the image of the high efficiency of Hong Kong's public services We have made three improvement recommendations to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which include 1. stepping up staff trainings on similar TTA strategies 2. ensuring that the officers deployed at the scene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should include persons who are authorized to activate contingency measures and revise the TTA 3. considering the institution of contingency U-turn point arrangement as part of the contingency measures We are pleased to note that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has largely accepted our recommendations Thank you very much Which is your guest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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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this the we have maybe 有一個車籠在那裡 但是運輸署方面有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可以決策到的職員 會去到9點才去到延長呢 還有就是想問 剛才你都說是接獲市民投訴 有沒有說其實只是單一市民投訴 還是都有很多市民的投訴呢 還有現在調查完之後 譬如說針對那個市民 之後他們會說有什麼跟進呢 謝謝 在跟進的方面 就在我們的主動調查裡面 其實我們就做了三項的建議 運輸署都是同意 他們會在這方面就有一些跟進 包括提升他們的職員 在應變這方面的能力 第二就是監督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在將來來說 如果有類似的這些 比如做一些臨時的交通安排 在現場裡面的職員 必須包括那些 有權就現場的環境去應變 所以第三當然也要考慮有一個應變的折返點 所以這方面我們相信運輸署會跟進 至於你說在早上七點鐘已經發現有車輪的時候 運輸署也有跟我們說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當場裡面的人員 其實他們沒有獲授權 是可以啟動應變措施的 所以一定要等到 而他們認為應變措施 如果要啟動 其實會牽涉到一個安全的問題 所以就要等到九點鐘 那些是獲授權的人員去到現場 也都經過一些商議之後 所以在九點鐘差不多二十分鐘 十九點十九分鐘左右 就開始去做這個應變 那是因為不可以即時跟進 就是因為現場的職員 是沒有這個獲授權的 那如果他要去跟進 去做這個應變措施的時候 是必須這些獲授權的職員 但是當時那些獲授權的職員 他不在現場 那他就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去到現場 這個也是我們在調查裡面 覺得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就是如果大家都會了解到 如果要對一些的交通安排 其實很多時候 當然你會已經有一些的策略 已經準備了 但是你也要看那個現場 真真正的情況是怎樣的 所以如果你去到現場的時候 你是需要一些改動 而那些人是沒有權改動的時候 那變了不可以改動 那個車路就越積越長 那至於我或者Margaret 都可以說說 那些人是沒有去到現場 就是當日沒有在7點 其實之前也有說到 其實就是運輸署本身預設的應變計劃 是不包括在當日首個上班日的控制中心 又派著職場獲權 可以調整臨時交通安排的職員 他的應變計劃根本就不包括這個預設 所以變成了去到事發當日 在7點多在現場的那兩個當值的同事 他們發現車龍出現 那到8點05分 他們看到車龍越來越長 車輸情況越來越減重 就開始call會 包括要求運輸署 警方和相關部門的同事 去到開會去一起商討應變情況 那至於為什麼運輸署和警方 可以即場修訂交通安排的職員 要到9點才到達現場呢 那公署就沒有這個資料 你可以再問回運輸署 但是正如專員剛才所說 在行政安排上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派著有權即時修訂交通安排的 運輸署職員 是當日派著在現場即時應變 那就變成了控制中心 其實就沒有了即時應變的意義 因為如果你要去監察現場 要做一些改善措施 是必須有應變的時候 你可以改變到 如果你連權力說要怎樣改變 譬如水馬鎮 你也改變不了的時候 那你怎樣可以將車龍消散呢 這個我們認為是一個行政上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決心 你好專員 香港01 想問回所謂有權的職員 究竟他們立即是去到哪個位置 還有想問回 其實廚方會不會反映我的意見 就是譬如 改變這個水馬鎮 簡單的這些權力的東西 其實是否做不到一個搖拒的通知 或者搖拒的控制和職權的能力範圍 是否要人員一定要到達現場才可以做一些修訂呢 這方面會不會其實都可以改善 譬如一些簡單的措施 可不可以搖拒的方面都可以先做到 處方方面的意見是怎樣的呢? 根據運輸署給我們的解釋 他當日的安排其實就是 如果要有一些職場的所謂認變措施 是必須有獲授權的人員 他到場去處理這件事 就不是在當席那兩位可以做到 這個正正就是我們剛才所給的評論 是一個在行政上面很大的缺失 你剛才所說的就是 將來來講會不會是要簡化一些 或者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你應該要獲授權的人在現場 他可以看因應交通、車路的情況 去做出一些適當的應變措施 我們相信運輸署在這方面會改善 這個也都在我們的三項改善建議裡面 其中第二項我們是很強調的 請你將來如果有類似這些交通安排的時候 在場的人員應該是獲授權 可以用這些改善的措施 或者是正面措施 一級那個 有一點補充 當日可以即場去修訂 臨時交通安排的運輸署職員 其實是他們的總工程師 但是當日派駐在控制中心的兩個同事 就不是去到總工程師的級數 所以就要等到總工程師、運輸署職員 去到現場 跟警方的超級議員去談完之後 才可以做即時的修訂 所以就引起了你不可以在更短的時間裏面 是消散的車輪 因為你要在這裡繼續等 但是在七至九這段時間裏面 的確有很多人上班 亦都會有很多人去機場 要乘搭飛機 又不能改善 變成車輪就越來越厲害了 謝謝 不好意思 剛剛想追問有行家問了 有多少個市民投訴這件事 以及之後會怎樣再跟進這些事情 謝謝 我們收到兩宗市民的投訴 但是我們也看到在社會上有很多聲音 就是關於青嶼幹線裏面 這個大塞車的一些高度的關注 因為主要都是青嶼幹線 是一個唯一的交通通道 是連接機場 以及香港其他部份 如果在這方面 我們都希望能夠盡量 就是不會說再有出現這個車輪 所以我們就進行主動的調查 你好,NOW TV的朱姆霞 想問就是那個開會那裡 你們建議說 要有一個可以獲授權 去改動那個交通措施的人在現場 但是其實見到運輸署 可能要改一些交通措施 他們都要跟不同的政府部門 去開完會之後才有這個決定 就是會不會都建議 可能其實不只是運輸署 而是其他部門都要有一個代表在現場 如果只有運輸署的代表在那裡 其實對改善那個塞車的效用有多大呢 麻煩你 其實要改善 或者改變那個交通措施 現時來說 都是有不同的部門 我們相信 因為由運輸署作為一個主導 這個當然是要他們自己要考慮的一個情況 所以將來來說 如果是遇到相同的情況 他們需要在某些地方做一些交通安排的時候 我相信民輸署是應該要做好這個角色 他們是去聯絡 作為一個主導人 去做好這件事 是 如果總工程師在那兩個小時裡面 其實是身處在什麼位置 是不是自己都塞在車廟裡面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想問其實在電話上跟警方的聯絡 和在現場一起談的效果是怎樣 為什麼不可以用電話來決定這些東西呢 是 總工程師那天的去向 或者資料 我對不起 我沒有資料 或者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 你可以嘗試問運輸署 在 是不是可以用電話呢 這個就變成 可以用電話來聯絡 譬如說可以看到的情況 可以當時也做一些決定 以我們了解 當日他們是說 運輸署 就是如果要改變這些 實施一些應變措施 是需要獲授權的人 是經會議開會之後 換言之是面對面要談了 才可以有這個改動的 所以這方面就出現了有10里的車路 其實問題最重要的就是 為什麼你不把這些獲授權的人在現場那裡 那天是第一個上班日 不是代表在第一天 那天應該是第二天實施 應該是這方面也有更多的考慮 所以我覺得它是考慮不足 還有思維不足 沒有真正正的考慮 很可能就是第二天就不需要那些獲授權的人下去 那我想這個結果就引起了 除了說那些技術主因之外 這個授權的人是不到場 就不能夠及時做到一些決定的話 就引致這個大車路的出現 聲道一步 我想問呢 其實運輸署有沒有透露到 有沒有說其他以前過去塞車的情況 都是因為這個情況而導致呢 還有有沒有或者其他的鋼線 或者其他隧道 都是現在正在應用這種的方法 有沒有或者其他地方都需要改善呢 我們這次就是主要針對清雲幹線實施 雙向收費這次的大塞車事故去做調查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考究或者問運輸署 譬如過往有另外一些工程要去開展的時間 他們要做另外一些臨時交通安排 會不會出現塞車的情況 都是因為沒有獲授權的人派在現場 而造成大塞車 所以我們就沒有跟運輸署再去塞夠 不好意思 都是想追問那裏 因為我看到文字社就說 臨時修訂交通安排是涉及重要的安全考慮 就要跟相關部門和營養商 仔細談過之後才可以實施的 首先我想問需要跟相關營養商 這個需要是一些條例 或者在規定上面是規定了政府一定要這樣商討 而作出一個考慮 還是什麼原因呢 另外就說涉及重大安全考慮 可不可以說包括什麼 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 那個公路塞車是長達10公里 但是看到只加開了一條人工收費隧道口之後 還有減少了水抹震之後就大大改善 但是好像似乎網絡的改動其實不是很大 為什麼可以這些輕微的改動之後 就是要了解那個情況 我想你三條問題 第一條我會交給同事回答 你說過關於10公里那裡 他們最初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在開最邊邊那條的連結的時候 其實就沒什麼作用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水馬陣 它一改了之後就可以了 正如你所說的 一個這麼簡單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就因為受制於那個機制 就是一定要獲授權的人才可以決定的話 就引致到這個這麼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是希望他們是有一個很好的檢討 就是將來你會不會引起一些這麼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一些其實不是太嚴重的一些因素 那應該要考慮吧 回應你的問題 剛才問到交通安全的考慮 為什麼要有獲授權 或者去到相關的職員臨場 去看了交通情況才行呢 以公署所知 其實最主要去商討那個臨時交通安排 就是警方和運輸署 他們需要看回現場 譬如車已經去到哪裡 有些什麼指示或者水馬陣要改 其實都是需要警方和運輸署去現場看了 談了然後才可以去商討如何調整 而且也要看回那些車輛當時的行駛情況 以及會因應運輸署的 看回當日的安排指示是否要改動 所以主要都是牽涉警方和運輸署臨場應變 以及調整臨時交通安排 另外剛才問到當日的改動似乎不是那麼多 但是為什麼一旦動了水馬陣呢 以及加開A13的人手收費通道之後 情況變得好很多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當日的圖 原先有三條人手收費通道 就是A9至A11 另外一條人手收費通道就是A18 而兩條自動收費通道就是A12和A19 最初就沒有用A13 而是臨時有一個應變方案就是A20 就是原本是作緊急車輛通道的收費通道 但是因為如果那些車是原本塞在中間的行車線 它要再轉線切線去到A20用那條 臨時加開的人手收費通道 其實那些車是很難轉線的 所以到了9點 運輸署和警方的同事去到現場看完 就跟青馬的刑辦商去談 因為當時A13至A17 剛才說過這幾條收費通道 原本是封了 用來做重置收費系統的工程 所以要他臨時加開A13 這條原本是圍封的通道都需要時間 但是警方和運輸署的同事商量之後 認為開A13就是近中間行車線 這條人手收費通道的安排 就是比較理想的方法 因為那些車就不用再轉這麼多條線 就可以用到這個人手收費通道 另外運輸署也承認他當日臨時交通安排 或者擺水馬陣的設計都是不理想的 因為原先的水馬陣擺放得太長 以及範圍太闊 所以令到車要去到很近的時間 才可以再轉線 所以也要等到運輸署和警方人員 現場看了我們要轉水馬陣 轉完水馬陣之後 真的見到10點開始的情況就好了很多 去到當日下午 其實剛才在報告裡沒有提到 其實去到當日下午 他們是再加開A17那條人手收費通道的 但是因為原本這條A17都是封了的 所以也要去到下午的時間 重置收費系統才可以加開A17 去到下午打喉的時間 往機場方向的青魚幹線 其實交通情況就理想了很多 不好意思想再追問一下 因為其實看回報告 一開始運輸署自己的分析 都是說水馬擺放得太闊 就是一些很小的措施 經過你們問之後才說 其實我們一開始演練的模特兒 其實是未設合繁忙時段 你們也找到更加大的問題 就是根本沒有一個授權人士在場 其實想問回其實他演練那天 就是在運輸署和他們溝通期間 運輸署那天 就是演練那天 他們用什麼模特兒去做出一個演練 就是他們是不是沒有想到 他們是不是真的在一個非繁忙的時間去排練 而其實第二天是一個上班日 就是為什麼他們的想法是會這樣的 還有想問回為什麼他們沒有想過 擺放一個可以授權的人士在現場 麻煩你 當然正如我們在報告中提出的一些評論 就是思慮不周 還有他們運輸署自己 本身也承認他們在做臨時安排措施 其實都是做得不好的 譬如說在估算裏面的車流和人流等等 他們的數字都是做得不太理想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他們在考慮的時候 其實他們最初可以用的臨時的交通安排 其實也都不是可以應對到當日在第一個上班日裡面 首先就是他們最初的時候定的一些方案 已經不是一個他們自己都承認的 他說都不是可以真的很好地可以應付到這些應變 加上因為你都知道在沒有一個這樣的場景裡面 你需要一個臨場的一個應變 加上如果他們沒有令到那些獲授權的人 可以作主的人下去 可以做一些改動、應變的時候 就更加令到情況更加惡劣 所以我們也是批評了 他們在這次行政的措施 和行政安排那裡是有失望的 所以我們就說他就是做得不好 因為他思慮不周 因為其實很簡單說的就是 任何一些現場的應變 有時候有些情況你可以預計到 但有些情況你是預計不到的 當預計不到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就會有些 我要這樣應變 或者是用A的方法 或者用B的方法去應變 但如果那些在場的人 他只能夠用你之前所想 你又認為不是很適合的一些措施 就是剛才好像同事說的 開A-20 A-20是一個老遠的車道 如果那些車子在中間 你叫他開A-20 打橫走過去嗎 所以思慮不周 又考慮得不好 安排又不差 還有我想在行政的考慮方面 是有很大的缺失 沒有想得很仔細 好 謝謝各位 亮灰 好 感谢观看